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诗歌献唱之后 一起来敬拜 在人生有很多事项 我们都应该荣耀给主 的确是如此 有时候是顺境 有时候是逆境 我们也应该荣耀给主 那么今天早上 我们就会来思考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了解 人生有时候不是这么顺利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可以绝处逢生 那么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 也许就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回想一下 我就是我的家庭 我有孩子跟孙子 那么孙女儿呢 快要三岁 有一次我去他们的家 探访他们的时候 我的孙女儿那时候两岁多 已经会自己刷牙 而且常常是两个牙刷一起刷 有一次 他在刷牙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啊 就从那个高椅子上掉下来 然后呢 脚就刮到了 所以他 有点痛 会哭 不过 很奇妙的 也让我很吃惊的 就是他会找一条绷带 贴在他的脚上 然后哭一哭就去睡觉 你有看到他的绷带吗 从此呢 他好像就觉得 贴绷带是一个蛮潮流的事 以后就变成贴绷带成为装饰品 让我学了一个功课 就算不到三岁的孩子 他已经懂得保护他的身体 他已经懂得 卫生健康等等的思想和习惯 难怪 对我们成年人而言 那就更加了 保健 身体的保健 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吃些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我们都很有观念了 是不是啊 哪样东西会胆固醇增加 哪样东西会血糖增加 我们也很了解了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保健 非常注重 连两岁多的孩子都懂了 不过相对而言 我们对我们心灵的残缺 却没有花这么多心思 你同意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露 却不知道原来发露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后悔 却不知道后悔是用自己的过失 折磨自己 有时候我们也会烦恼 但不知道是用无奈的往事来摧残自己 忧虑是用虚拥是用虚拥的风险 有许许多多的缺陷 比起身体的问题 我们很少花更多的精神去了解 是吧 你情绪不好啊 休息几天吧 一直一个人手断掉 你会不会对他这样讲 我手断掉了 赶快去看医生是吧 你会不会说 你手断了 没关系 休息几天了 不会有人这样子是吧 甚至有时候我们心灵的忧伤 不只是不懂得去包裹 有时候还不自知的 有时候是有意的 有时候无意的 还更加上更大的伤害 一个人手砍掉了 流血了 你会不会再拿把刀再砍一砍 让他更多流多一点血 不会嘛 换句话说 我们对我们身体的保健 常常远胜于我们对心灵的保健 但是心灵的健壮 其实跟我们人生的生活 影响更深刻 譬如今天我们讲一个主题 孤独 那么心理学家对孤独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发现长时间的孤独 会让一个人的内分泌失调 会让一个人的免疫力降低 会让一个人胆固存不平衡 等等 有一位心理学家 还有做出一个这样的统计 长期的孤独 对人身体受命的影响 甚至于会减少人的寿命 百分之十四 他的研究报告 我没有仔细阅读 不过这个数目字的准确性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非常明显我也深深相信 那就是这种心灵中的问题 常常影响我们的人生 是吗 那么难怪有一个人写的一本书 这本大学教授写的一本书 叫做Alone Together 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描述 孤独不在于我周围有没有人 孤独在于我的心灵 有没有跟人有共鸣 好多时候 人群之中 更感觉深深的孤独感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 妈妈跟儿子沟通 还要用简讯 明明儿子就在隔壁房间 儿子吃晚饭 再五分钟吃饭 妈妈不行 来不及 你在忙什么 为什么不出来 因为我在玩电动游戏 那你要多久 再十五分钟好吗 不可以 菜都冷了 七分钟给你 OK 是不是 会笑的大概都有共鸣 明明就可以见面讲话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透过手机 我们很大的人群 但是之间却没有太多心灵的共鸣 于是我们感觉深深的孤独 那么这一天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面对人心灵的这种问题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导引 以及改变 当然要了解刚刚那段经文 必须要稍微了解一点点上文 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那边讲到什么呢 那边讲到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说 我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要离开了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 不过我以后会回来带你们去等等 那讲完了这个之后 你可以想象门徒的心情了 耶稣带着一群门徒这么久的时间 现在耶稣说我要离开了 哇就是群龙无首了 大家就觉得 你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耶稣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啊 于是门徒就感觉到一种新的生命的处境 于是门徒开始忧虑 于是门徒开始觉得担心 于是门徒觉得好像我们的主跟我们分开 非常的孤独了 这一种的心理表现 在下面的经文就看得更清楚了 不过在这个耶稣的这个 对话之中 一开始就说今天的经文啊 你们不要愁烦 当耶稣向一群人说你们不要愁烦的时候 请问这群人愁不愁烦啊 当然愁烦才要叫他不要愁烦嘛 是不是啊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群门徒当时的心情就是一种愁闷 就是一种分离 就是一种好像失去了老师的那种依不舍的心情了 耶稣接着说 他说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我现在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先打理好 然后呢 我以后还要回来接你们去 然后我假如不这样做 我就没办法 我希望接你们去 于是我们就同在一个地方 我要去的地方 那条路 你们知道哦 请问耶稣有没有告诉门徒他要去哪里 有没有 他说我父亲家里有很多地方 现在呢我要去预备 之后我要回来接你 请问耶稣要去哪里啊 当然是去父亲的家里嘛 是不是啊 当然这里的父亲的家里指的是天父啊 天上父亲的家里了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我现在要去天父的家中 预备好地方 那边有很多地方 之后我们要回来接你 对不对 哦 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 多玛却发出一个问题了 一起读好吗 第五节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请问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讲 我要去哪里 有啊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要去父亲那里嘛 为什么多玛还在这里问 啊 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 难道他没听清楚吗 有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会觉得 多玛你有没有在场啊 你心不在焉啊 是不是啊 其实不是 在一个人的心灵 在低潮或者是愁闷的情况中 人的心理机制 有时候是不正常反应的 真的有听没有到的 我们俗话这样说 有时候会在这种孤独的情况之中 明明耶稣说我要去父亲的家 但是就是听不进去 有时候是刻意不想听 有时候是 这个这个理性上已经开始失灵了 所以孤独 其实会带来愁烦 而且这个过程会不断的恶化 也许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是吧 你们有我有啊 哇 很愁烦的时候 做事就 凡事不顺心 是吧 哎呀 煎个荷包蛋也会 煎到娇娇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自己骂自己了 因为已经很低潮了 已经很孤独了 太太会去美国了 是不是啊 于是就 哎呀 怎么搞的 真是笨了 怎么搞的 于是就会在这种的 这个恶性循环之中 人的情绪就越来越低潮 师母是回去准备办家 你为他祷告 我刚刚是举例了 但是人的情绪 真是会往这个方向走的 心理学家叫做这个 不断的回想 于是就加重我们心情的 这个沉闷 今天你假如被老板骂一顿 哇 回家整天想 哎呀 很难过 晚上半夜睡不着 哎呀 很难过 越想就越睡不着 越睡不着就越想 是吧 于是人的心理机制 就走入一个死胡同 我们说绕着圈子跑不出来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 正是要给我们 有一个出口的地方 不过要往下讲之前 也许我们都会问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种心理的反应呢 假如我们了解的话 那我们就更有把握走出来 是不是 所以呢 圣经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相信比心理学家的研究 更加深入人的心灵 不过要分享之前 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意见调查 这个调查就是这句话 今天我们有几百人坐在这里 请问有没有哪一位觉得 你是世界上已经非常非常 不是非常完美的人 你是最完美的人 你是一位世界上的完美的人 没有任何缺陷的 这个是调查 那么我们下面进行调查 从诗班开始 他们整天唱诗歌 比较完美 有没有这样的人 举手 没有 那从这一排开始 有没有 也没有 第二排有没有 没有 这排有没有 也没有 这排 也没有 这排 没有 那排 楼上有没有 也没有 那我赶快把我的手放下来 免得你以为我是 我也不是 感谢主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实践了一句 下面这句话 诚实面对自己 是追求真理的第一步 我们每一位都尝试面对了自己 我们都承认了 原来我们并非完美者 假如我们用这个语言 代表完美的话 象征着完美的话 那么不完美会是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子了 是不是 不在于那个脚有多大了 总之不完美了 那么假如这个代表不完美的话 那么我们大家都承认 我们是这个图的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我们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完美呢 不完美就是少了 亏缺 亏缺了什么东西 每个人亏缺的不一样 可能我亏缺的是耐性 另外一个人亏缺的是忍耐 或者是恩典 恩慈 另外一个人亏缺的是爱心 另外一个人亏缺的是坚持的心 等等 每个人不一样 那么圣经对众人的这种生命现象 放下一句话来描述 非常正确 他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你我都是神所造 圣经说我们有神的形象的 我们应该有神的完美的 不过因为一件事情发生 就使得我们进入了这个 亏缺了神荣耀的状态 什么事情呢 圣经是这样说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这是出于罗马书 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能够接受 我们其实都是亏缺的人 对吗 不过圣经却让我们知道 亏缺的原因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对什么叫做罪 有一个更深入的人事了 什么叫做罪 在神的标准之中 我们都不完全 于是这个就是神的罪 从神的眼光看 不一定我们有做了什么 人间法律定义的罪恶 不过我们的心灵的确 永远处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 于是这样的不完全就带来更大的不完全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罪是成为因也成为果了 因果相循环 人生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中 必须要有一个突破 而突破在哪里了 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突破 再读一次好不好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假如不借着耶稣 就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到父亲那里去 是代表人生的一个更趋完美的状态 对不对 到了父亲那边 完美的父与父联合 不过 人怎么能够改变成这样呢 必须借着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人生 很多人 知道一条路 对不对 人生 很多人 只出一条路 我们从小 老师不都告诉我们这样吗 你应该这样子 你应该这样子 努力读书 对不对 孝顺父母 对不对 是啊 人生很多人 告诉我们一条路 只出一条路 知道一条正路 只不过 只是告诉我们而已 而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说的话有点不一样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请再读一次好不好 我就是道路 有什么不同吗 有什么不同啊 还没有发现 再读一次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换句话说 耶稣没有说 我知道一条路 或者我告诉你一条路 他不是这样讲的 他说 我就是道路 人怎么会变成一条路呢 多年前 还没做牧师之前 我在一个荷兰公司上班 叫做菲利普 那么上了一段时间 公司就派我去荷兰出差 第一次去 从来没去过 于是就去了 阿姆斯特丹机场下机 然后坐车 去到那个城市 叫做安头粉 菲利普的总部在那边 于是我们提早一天到达 到达了之后 做什么 早了一天 当然到处走了 是不是 难道躲在房间睡 大头叫吗 不会了 于是就到处走 哇那边好漂亮 因为荷兰人很喜欢种花 门口也是花 这个阳台也是花 这个窗台也是花 到处都是花 越走越高兴 太美丽了 我从旅馆 离开旅馆之后 就圆着花 向到处参观了 走着走着呢 才发现 哎哟 天开始暗下来了 意思就是走得蛮远的了 我才很难发现 哎呀 我迷路了 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越走越远了 那个时代没有GPS的 你知道吧 那怎么办呢 还好我口袋里面 有一张旅馆的卡片 唯一的方法 问路啊 哦就问这个路边一个人 excuse me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旅馆怎么走 他一看 哦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看那边有个红绿灯 看到了 红绿灯右转 走三个路口 三个路口之后左转 一直走下去 你就会看到一棵大树 哦 看到大树的时候 左转 左转没多久 就看到一条小巷子 那个是捷径 穿过那个小巷子 就是另外一条大路 知道了 那条大路呢 左转 继续走两个街口 赶快右转 就看到旅馆了 哪一位重塑一次 没有人会啊 其实我心中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 哎呀你要去那里哦 哎呀我刚好要去那个地方了 来我带你去 是不是更好 你知道这两个有多大的不同吗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 我知道一条路 这样走这样走 红绿灯啊 大树 斜坡 小巷子 我知道一条路告诉你 你去走 第二个呢 我就是道路 你跟着我走 就没错了 耶稣是哪一个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二个 人生路不是只告诉你 怎么走你就会走的 人生路是要有人陪伴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陪你走人生的道路 你会低潮 我在你身边 你会孤独 我在你身边 你会心中难过 我在你身边 我可以跟你对话 就是祷告嘛 我可以引领 我可以开启 这就是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耶稣从来没有讲 我知道一条路 因为他深深知道 人只知道一条路 是没办法走下去的 需要的是这一位 走正真理道路的主 带领我们 陪伴我们 不再孤独 因为有人陪伴 不再孤独 是因为这一位 真理道路的主 愿意跟我们同行 不只是道路 耶稣还说 第二个说什么 我就是真理 什么叫真理啊 今天我们说 什么叫真理 都已经被后现代 这种多元主义的思维 所蒙蔽了 我们现在的真理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常常是相对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 黑社会老大的坏蛋弟弟 是个圣人 这个故事 有没有听过 可能你一看都已经觉得 有问题了 这句话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 有一个黑社会老大 他有个弟弟 两个人无恶不作 哎呀 世界作奸犯科的事 都做尽了 后来在一次枪战的时候 他弟弟被人打死了 这个哥哥就有点怜悯了 所以要为这个弟弟 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追思礼拜 那么举行追思礼拜 就想找一个牧师 在现场正道 但是他给牧师一个条件 希望你能来 什么话你都可以讲 不过一定要讲一句话 说我的弟弟是一个圣人 你弟弟无恶不作跟你一样 我怎么可以跟他说 说他是圣人呢 是吧 所以没有一个牧师愿意答应 最后找找找 终于找到一个牧师 他姓吴 不是我 吴牧师你能不能做 你只要我讲这句话 是啊只要你讲 我弟弟是圣人就可以了 好啊当然可以 于是就去了 哇看追思礼拜好多人 然后这个棺木就在前面 然后轮到牧师讲道的时候 他上来讲 不用讲太久 只要讲那句话就行了 所以牧师就跟所有的来宾说 各位贵宾 各位亲人 今天我们为谁谁谁举行追思礼拜 我们大家都知道 躺在棺木里面的那个人 无恶不作 坏事做 他哥哥坐在第一排眼睛就越当越大了 坐肩犯科 不过比起他哥哥 他是圣人 他是不是圣人 当然不是啊 比起他哥哥他是 人的真理判断是相对的 是吗 假如人的真理判断是相对的 请问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吗 没有了 但是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才能经历真理和真实 原因因为他说 真理的道路 你跟着我走 就不再迷茫 迷茫的人生需要有道路 要有路可走 而且要有真理的道路可走 对吗 而在这个走的过程之中 真理一定跟生活相关的 真理不会抽离生活的 所以耶稣讲了第三句话 一起读好不好 耶稣说 我就是什么 道路 真理 还有生命 什么是生命 生命就是生命力 好多时候我们知道 一条正路 但是越走越疲倦 没办法坚持 对不对 现在研究成功人士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成功学的因素 对很多成功人士的分析 最后最后交叉研究的结果 发现有一个因素 成功人士有很多特质 不过有一个特质 是所有成功人士都有的 这个特质叫做坚持 不一定很聪明 但是他能坚持 不一定有太多过人之处 不过他能坚持 最后成功 坚持需要生命力 好多时候我们无法坚持 因为我们没有生命力 为什么没有生命力 因为人的有限 因为人的不完全 就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 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 你可以与他有生命力的交流 换句话说 在耶稣是生命的 这个奇妙的引导之中 我们的生命改变 生活也就改变 我就是生命 人生路才可能坚持下去 人心灵的残缺 我们常常已经忽视太久 我们从小教你的孩子刷牙 从小教你的孩子保健 但是我们很少教我们的孩子 当你低潮的时候怎么办 当你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当你孤单的时候怎么办 现在这位世界最好的老师来了 耶稣基督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 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非常令我们很难了解 不过你一旦了解 你就明白福音是什么的话 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在无限的痛苦的时候 他说了这句话一起读好不好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换句话说 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亲自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孤单 他与上帝的分离 是人生最大的孤单 因为他经历了孤单 他取代你我的孤单 于是你我的孤单 他承受了 这个叫做十字架上的福音 我们的不安全 他承受 这个叫做十字架上的福音 你的心灵的低潮 他承受 我们与他交换 于是他自己的孤单 就拯救了我们的孤单 福音就是地位上的交换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是 因为好多朋友 好朋友 这是好的 不过只停留在这里 就太可惜了 更好的东西在这里 就是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 经历耶稣基督的改变和对调 我们彼此的位置对调 我应该死 却他替我死 我应该不完全 却他使他自己愿意 甘心领受这个不完全 但是他的不完全 在复活中就完全消失 十字架的真理 使得任何一个 心灵有创伤的人 都带来希望 也许你说 牧师啊 你是牧师 当然这样讲了 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在这样讲的 因为圣经这样讲的 而且我亲身经历的 好多人都知道 我从13岁就移民到台湾 小留学生 虽然跟着父母 不过从澳门到台湾 这个变化实在太剧烈了 语言又不通 澳门人讲什么话 你知道吗 都全部讲广东话的 全世界的语言 我以为只有一个 叫做广东话 原来不是 来这边还有讲国语 还有一种话叫做台湾威 哇 根本听不懂 哇 各种的生活的调整 我的心灵觉得很孤单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讲什么 学同学很多 却无法沟通 你知道吧 哇 慢慢好一点了 但是那种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 永远觉得 哎呀 没办法完全共鸣 一直到我读大学 都觉得非常的孤独 特别我父亲在我高中的时候去世 家里的经济状况等等 就使得我必须住在半山腰的一间别墅 听清楚 别墅就是一间铁皮屋 在那个铁皮屋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住 那个铁皮屋里面有电 没有水的 那你可以想象是什么生活形态 我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中一直长大 后来读大学 我的心灵觉得 哇 这个群体跟我好像有很大的距离 不是我周边没有人 是心灵的共鸣很少 直到我到了大学四年级 有一个朋友带我去福音聚会 就好像今天你的朋友带你来这样 完了之后他说 好像你有什么感动 不如以后我们一起读圣经 我说好啊 好啊 很圣经看不懂 免费补习老师太好了 于是我就跟他一起读圣经 在一次读完圣经之后 他跟我讲一句话 这句话从上帝来的 我相信 他说老吴老师跟你讲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就一直为你祷告 怎么可能 我的心灵是与群体隔绝的 但是竟然有一个人 愿意这么长时间三年 为我祷告 他还加一句 不止我为你祷告 我还叫我的基督徒室友 也为你祷告 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竟然他也会为我祷告 你知道吗 神在呼召我 透过那个同学的一句话两句话 让我了解 其实你并不孤单 因为神纪念你 神记住我 祂知道我的需要 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灵完全改变 我越来越明白了 后来十字架的真理就是 耶稣基督自己的孤单 背负了之后 取代了你跟我的孤单 当我的同学看见 我的心情 我的表情 他马上问我一句话 这句话我今天也要问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 他说老吴 你愿意信耶稣吗 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从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今天 当我愿意接受 我看见我自己的改变 于是人生的道路 就有路可走 走在正确的真理之路 而且耶稣基督给我不断 赐给我生命力 直到今天 所以我等一下也要 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今天同样的问题 多年前人家问我的问题 我一个正确的回应 带来极大的改变 同样的问题 我要问今天在座的朋友 可能今天还有电视转播 我也问在电脑前 在手机前的朋友 你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中 一起经历这个改变 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也一起来思考 我们先一起唱第七百七十四首 七百七十四首 当我们唱完一遍之后 我就要呼召愿意信主的朋友 这个时候我们请诗班继续轻声地带领我们来唱 我们会中一起来唱 七百七十四首 盼望之主 因为这位主带给我们盼望 于是我们就可以走在盼望之路 七百七十四首 盼望之主 盼望之主 一切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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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主的面前说 我愿意接受 若是有这样的朋友 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 我要等一下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下面或者是楼上 你愿意这样子的接受耶稣 请你举起手来 我等一下要特别为你们祷告 有吗 有这样的朋友吗 你愿意献献耶稣 感谢主 我看到一位年轻人 感谢主 我后面也看见了 一位姐妹 还有吗 能不能请举手的朋友 站起来好吗 这样子我们更容易了解 你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一起跟你交谈 还有吗 那边还有 我看见了 还有吗 楼上有吗 楼上有吗 神的招命 要呼召我们来到 祂的永恒生命道路之中 今天早上 我们就可以一起 同走这条蒙福的道路 好多时候人会觉得 我不要做决定了 今天 其实不做决定本身 就是一个决定 我决定今天不做决定而已 是吗 所以让我们既然要做决定 应该做一个明智 和永恒的决定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们等一下一起为你祷告 愿主的灵在你的心中 感动引导 还有吗 还有 我看到了 就请你站在起来 在位置上站起来 不管你的年龄 不管你的性别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 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面前 得着这样的恩典 就请你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还有吗 若是在现场转播的观众里面 若您也受感动 你也可以等一下祷告的时候 心中与主同在 向主祷告 救恩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 愿主使用 还有吗 我问最后一次 楼上还有吗 楼下还有吗 好 我们就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有份 我们看见 今天有这些朋友们 愿意决志信靠耶稣 我们献上感恩 愿主你引导他们 让他们在救恩之中 享受永恒的福乐 让我们领明白 原来我们并不完全 我们需要这个完全的救恩 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的 自己的舍命 使得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完全 我们也为在转播观赏中的朋友祷告 他们在自己的家中 或者在特别的地方 没有办法来到黄安堂 但是我恳求主你的恩典 也临到这许多 在看转播的朋友们 一样恩典临到 经历耶稣基督的统在 谢谢主 继续引领我们 奔走天路 我也为在座的基督徒们祷告 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 求主也带领我们可以 在经历之中 将福音分享 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体验 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领域 主要是 祂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领域